死工资怎么了 那可以让我和我爸爸 体体面面的生活 有什么不好的 那你就知道管他们 你也管我呗 倩 没了你 我的生活都乱套了 前几天 我去公司 我同事一见我 你说我老了好几岁 倩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妈 咱结了婚之后 咱就搬出来住 咱完全独立 我说的话都白说了 没白说 我都明白 我真不能没有你 你就同意跟我和好呗 我想你保证 只要你跟我和好了 我以后我不抽烟不喝酒 我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我不乱花钱 我就算是我出国去潜水 我顶多一年 我就去两次 我什么都听你的 只要你跟我和好 行吗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签 你一共讲讲清水的事吧 想听了 行啊 海鱼 海鱼 这都是热带的 在咱们中国海鱼都没有 海鱼 海鱼 知道吗 在菲律宾有一个地方叫做科隆 就在那块啊 有很多那种二战时期的沉没的军舰 全都是躺在那种四五十米水深的那个海床上的 什么炮弹啊 坦克啊 遍地都是 你能想象吗 不到七十年 上都长珊瑚了 好多鱼在里头游来游去 还有鲨鱼 我听说有一个 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一个潜水员 他就在其中的一个军舰里头找到一个秘密的房间 而且那个房间只有他知道怎么潜下去 他就每年就定一个时候偷偷地潜下去 放好多自己的东西 什么不用的手机啊 不用的手表啊 全都是自己的 敢想吗 那叫二战的军舰 成了他们自己家的小金库了 那太酷了 海鱼 你就是最近工作太忙 等你这回 海鱼任务结束之后 你给自己放一大架 咱们俩人一块 出国去潜水去 咱们找一个 属于咱们自己的秘密的房间 属于咱们自己的小金库 你怎么了 亲 你要是不愿意听我不说了 你别这样了 亲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说的生活 我也向往 我喜欢你 特别想和你在一起 特别特别特别地想和你在一起 但是 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出生不同 成长背景不同 我们有太多不同了 我想 我们都需要成长 真正地面对生活 从生活当中吸取能量 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许有一天 我们都足够强大了 强大到 能够承担起我们这份感情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 好好地在一起 但我敢肯定的是 不是现在 你明白吗 你又说这些 行 你不是说 要一起担负我们的感情了 好 你在这儿等一夜 我陪你在这儿等一夜 你回去吧 真的要在这儿等一夜的 这儿太凉了 你凉 我也凉 陪着你一块凉 你珊珊 爸 怎么还不吃饭 给 谢谢爸 什么事啊忙成这样 爸 你们公司招 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吗 当然了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 技工学校的学生 那比大学生好使啊 工资又不高 他们知道自己的学历不行 所以啊 干活很努力 那您能帮我安排一个人进去吗 谁啊 一个技工学校毕业 还有两年毕业 二十一岁怎么才上一年纪呢 干什么的 学旅游管理的 不逗爸爸行吗 你看看爸爸那个公司 能用得着旅游管理的人吗 不是爸 你看我在我们小组 把所有的事都办砸了 都是他们全力帮我的 这一回借给洞谦小组的人 归我负责 我特别希望能把这事办成了 行行行行行 只要我女儿说的 爸爸就是支持 行吗 爸爸先答应你 反正他两年以后毕业了 两年以后能发生什么事谁知道呢 爸 爸 爸 那你说了跟没说一样啊 不行 现在就得用 提前用 现在就得用 嗯 行 爸爸答应你 一定啊 当然 爸问岁 是 什么事 你 不想做 不想做 什么事 你 是 不想做 不是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怕他没有毕业证 太多远 这个绝对是解决他们家后顾之忧 看得长远 远水解不了尽可 我们两年以后的事情 让我们来个好消息 我这 今儿怎么真是好消息 你什么好消息啊 还有什么好消息啊 我 那一个个说 你什么好消息 那个 我给秦翠莲申请了一个保洁的工作 一个月可以挣两斤的块钱 这品养鸡长多了吧 怎么了 工作你怎么申请下来的 我去人社局申请的 那得头一天晚上就去排队啊 你这坐小本段上排了一宿啊 排了一宿啊 排了一宿啊 怎么找个工作这么费劲啊 我都已经跟我爸去说 你没想到人那么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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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想到 哎呀 这马俊 不是 我应该想到 马俊在 在工作上 真的从来不犀利 对对对对 平常好像有时候有点 你看他束手无策 可是人家能想办法 起码他能吃苦 他能排 你真排一宿啊 那你还伤心 不是 你回家回家 睡觉去 一脚没睡 赶快 别看了 睡觉 不累 我想着赶紧去 把这个消息告诉秦婶 和他好好谈谈 现在啊 嗯 谁 马俊啊 我 我陪你去 啊 啊 老爷子陪着 哎 不没事嘛 好好好 坐坐坐坐 那我们先去了 你问我 你为什么又提我呀 我刚什么都没说 你是不是想说 不是啊 但是我就是想表达一下 找工作的方式 有很多种嘛 那不一定非得是排一宿队 这一个选择呀 我 小姐 你你年老 我就想我就想 我 我怎么跟你讲 这个世界上啊 人和人有很大区别 你举手之劳 不费摧毁之力得到的东西 别人可能更更更更更更更 这一辈子呢 他都得不到 所以你在想表达性高采烈 表达你的想法的时候 你一定有一个想想一想 听你话的那个人 他是不是能真正的理解 你要考人类的感受 是吧 你 这么看我干嘛 因为你说的太复杂了 你这么说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 以后该怎么跟马俊说话了 你 你 这好像没多大区别吧 对吧 一个解决后顾之忧 一个呢是给找工作 你也别嘴 我告诉你嘛 对 以后陈天晴找工作人事 不要再提了 烂在肚子里 提我谢谢你啊 晓恩 晓恩 我们来了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拿到你拿到你 坐坐坐 不不不 你坐你坐 我不坐 你这些鸡 摊上你这么个好主人 可是想老虎了啊 都是些生灵 你对它好 心里明白着呢 沈子 我又帮你想了个办法 啥办法 我给你找了份工作 是干保洁的 就是给人打扫卫生 是这样的 一个月呢 基本工资是一千八百块钱 如果干得好的话 还有奖金 只要您勤快的话 一个月两千块钱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离这新区特别近 你想想看啊 有固定的工作 有固定的收入 怎么着比养鸡强啊 那感情好啊 那我这鸡咋办 这鸡啊 我也帮你也想了 如果您要愿意的话 我就帮你把这鸡处理一下 这几百只鸡 怎么着也能卖出两千多块钱 那这搬签的费用都出来了 是个好主意啊 我真舍不得这些鸡啊 我跟你说啊 马茜呢 为你找这份工作可不容易啊 在人设局门口 整整给你排的一页对 我的妈呀 倩姑娘 你 没事没事 沈子没事 只要能把你这些问题解决了 别说排一页 排三页我都愿意 你看我们家这点事 让你们操了多少心呢 没事 我昨天包着大包子 你知道我包包子好吃 就是在我们家吃包子吧 不行不行 咱们有纪律 沈子 那您说这凍签合同 您看 我再跟清清商量商量 你放心 行 可是这工作机会太难得了 是啊 您都没去那个人设局门口看看 这工作指标一放出来 人都抢疯了 我一定跟清清好好商量商量 商量 我一定说服她 你放心 真是 行 我就等您的信 叔 我还有两家要谈 那要不咱们先走吧 你先去吧 我在这待会儿 行 那我先走了 沈儿 那我等您的信 慢一点 我一定说服她同意 快坐快坐 没事 你忙你忙我 我 坐坐坐你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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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多少心呢 坐坐 大队子 我呀 咱们都是同辈人啊 我就想听你一句实话 马县给你找这份工作 如果你接受的话 那你能不能搬家呢 饿了 咕咕咕咕咕 给他们吃饭 好好的你忙你忙 我先不回办公室了啊 我想去陈金星学校先找他去谈谈 好好好 你们怎么都去找陈金星啊 还有谁要去啊 组长啊 组长约了林珊 说是一块去找陈青青的 那他们去了吗 现在组长在指挥部 林珊在哪儿不清楚 组长说呢让林珊等他 他从指挥部出来以后 两人马上就去 行 那我知道了 那先这样啊 大妹子 我跟你说实话 就刚才我听见你跟这鸡 就叨叨咕咕咕 叨叨咕咕 说这些话 我就琢磨 这些鸡他懂 懂 我跟你说嘛 我养的鸡都听懂我的话 你们不行 不行 咕咕咕咕咕 这天天跟我说呢 可别搬了新房子 把我扔到这儿不管了 不要我了 我为你们家做了多少贡献 有点蛆是不是 是啊 大妹子 咱还得把话拉回来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你得理解 就是现在啊 这个拆迁工作确实很难进行下去 我们也很难 但你像马倩 也充分理解你们的苦衷 但是总得有一个结果呀 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我我都记着你们问了我好几回了怎么想的 我得给您说心里话 我是真没什么想的 我有什么想的我就一个人 我就舍不得这些鸡 我离不开他们你知道吧 我闺女是怎么想的呢 跟我说好几回了 妈我就一个要求啊 他们只要给你找着氧气的地方 我跟你一样我同意 真没什么想法 不想什么 你要是跟我们解决了这氧气的地方 我头一个先搬进去 你看我能能能能搬不 我马上给你签合同去 好了我也无问题 你想什么了 我就只能跟你这么解释啊 你的房产你有权跟政府来谈条件 为啥呢 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你的啊 对不对 但是你想你现在氧气的这块地 所有权是你的吗 不是啊 你现在连最起码租赁 使用的合法手续你都没有 用法律来说解释这个事来说 那你是属于非法占用啊 如果政府一旦动起来 你得无条件给倒出来 真是这样 所以这个东西啊 它不是说我们靠情感啊 说呀谈啊能解决的问题 它都有条款在里面 你像你不能说说你拿的这些鸡来跟着舞台出来 你得给我解决个养鸡的地方啊 你说你这有道理吗 所以说我们办事思考问题啊 必须都在道理之中 在法律和这个这个政策允许的情况下 不能说因为情感问题或者因为什么我也理解 我真的理解你 老妹子 你看看你跟鸡的情感 这个鸡给你带来的家里的经济收入 包括孩子的上学的学费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困难 我们要是从情感上我理解你 找养鸡地方 你这么困难 是不是啊 你怎么能不能解决呢 我们要永远善心呢 对不对 但实际不行啊 解决了你还有其他呢 对不对 所以说也希望你理解我们 知道 好不好 都是我希望 大妹子 女儿回来啊 你跟她把这个道理啊 都讲清楚 我相信她也是个文化人 这些道理她都懂 只要她想过来 这个弯撞过来了 都好办 你看看 马倩 东跑西架 飞得那么大的劲 排了一夜队 为了给你找这份工作 她为什么 这根本不是她 工作氛围之内的事啊 这完全是尽义务 是善心和热情 所以啊 不管你今后 接不接受 她给你找了这份工作 但是她这份热情 和善心 你总得领吧 是不是啊 拿人心比人心吧 好不好 我就不多说了 我希望 能听到一个好的结果 也算支持我们工作了 大妹子 我想说两句 就说两句 你说你说 我不是不讲理 我只是脑子里想的不多 也没文化嘛 就是这么想着 要是哪的 不对的 您别见怪啊 不不不 我没有没有 我丝毫没有对你 个人有什么 我只是说 说这不是 就是考虑这个 哪些东跑西天的 为你找这份工作 而且不告诉你吗 干得好 还两千出头的 公司 我看你这些鸡啊 一个月还挣不着 两千块钱的 现在鸡在多钱呢 饲料多少钱呢 鸡又多少钱呢 那市场都在 你价格摆着 这一笔啊 你能挣多少钱呢 我还交学费 还吃饭 就是啊 我都明白 都明白 所以啊 我一定跟孩子 好好地说 我争取让他也同意 大妹子 我走了啊 谢谢你们啊 别忘了 哪天上你家吃包子啊 好 别管了 别管了 没事 走 走了啊 哎 咕咕咕咕咕咕 都闭嘴 你这是要去哪啊 不是去学校吗 妈 先去别量 来这 好嘞 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哎呀 没事啊 千锋叔 哎呀 我到时候 今天带你们去宣发啊 我上饭店请你示范啊 不用 来来来来 谁什么人呢 组长带着林珊 去找陈欣星了 马贤呢 马贤也去找陈欣星 他去找陈欣星在吧 肯定是沟通沟通呗 马贤刚打电话告诉我的 哎 旁边啊 嗯 你现在没啥事吧 没啥事 没事 走 咱们俩一上街上转出去 看看能不能碰上老人 哎 了解了解情况 这玩啥呀 我总觉得呀 这个陈欣星轻你说 一定让他妈保住这个养鸡场 这里边好像是有什么 老爷子啊 我算明白了 咱们这工作啊 不光私责动迁 还得负责心理疏导啊 哈哈哈 哎 清清 喂 你干嘛呀 不理我呀 你们先走吧 来 你来干嘛呀 你这长大了 脾气也大了 你忘了 你小时候 你们几个小不点跟着我屁颠屁颠的 竟我带着你们玩了 忘了 你别跟我掏紧我 你现在可是有出息了 我们这些人哪能和你比呀 你说什么呢 什么比不比的 我们都是北梁人 这北梁人和北梁人它也有不一样 有什么事你说吧 别的少跟我撑 是这样啊 上一次我们不是给你找了一个空地养鸡吗 你觉得不满意 后来我回去想了想呢 我帮你妈找了份工作 干保洁 如果干得好的话 一个月可以挣两千多块钱呢 你妈怕你不同意 所以呢 我也专门过来找你一趟 看看你的意见 看看我们的亲亲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谁让你给我妈找工作的 我妈就那么需要你可怜吗 我问你啊 你 多差一个家 能得多少好处啊 是提个科长 还是处长 还是让你的领导赏识你啊 我告诉你 我最瞧不起你这种北凉人了 再铺给羊骨头几天呢 医生的伤害去掉了吗 就学会高人一等了是不是 第一呢 这是我的工作 第二 我真的是想帮你们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得了吧 我家问题有我呢 用不着你 你要是真想帮我们家解决问题 真想让我们家搬 就给我们家一个养鸡厂 别的少跟我扯 听我说呀 之前不是给你们找了个空地吗 那可以养鸡的 我要的是养鸡厂 不是空地 那你这就是在为难我们 你知道就好 马倩 清清 组长 妈 你怎么跟他们在一块 清清 那个 你看咱们家这点事 添了人家这么多麻烦 难为人家 真是不好意思 马倩跟你说了吧 他给妈妈找了个好工作 咱合同签了 签什么签啊 妈 你就是这样才会一辈子叫人家欺负 他们难为是他们的事 管咱们什么事啊 你看你这话说的 人家跟咱们不沾亲不带雇 咱们的事这么忙活 你不领情啊 领什么情啊 妈 你不想想 他们忙前忙后是为了咱们吗 还不是为了他们工作业绩 好神观发财啊 你怎么说话呢你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了 我就这么臭 签签 签签 妈跟你说啊 当你爸死了以后 你说咱们家这日子 不都靠着大伙帮着呢吗 你不敢安哪 干什么啊 妈 你愿意叫人可怜 我不愿意 签签签 签签 我去跟他谈吧 好吧 慢着点啊 这孩子还小 你 签签签 你放心吧 我们族长人很好的 她会好好说的 都好 但是婶 你说这签签怎么回事 她怎么能这么跟您说话呢 不怪她 都怪我 马倩 你看昨天晚上让你折腾了一夜 我真是她过意不去了 婶 反正我是尽全力了 你想要更好的条件 我看也不大可能了 是是是 我知道 婶婶吧 她也有她的难处 你看这孩子 初中毕业以后了 她就不上了 她说我不容易 想早点挣钱养家 这不后来就说考个旅游学校 说在北梁老待着出不去 考个旅游学校 能满世界走走 这不一考就考上了 这个旅游学校得学英语 还得说英语 她这说英语一说 就是北梁英语 同学们都笑过她 说你这我说的是北梁英语 这不她一气 就不上学了 我没办法 这不又掏钱上这个学校 这孩子脾气不大好 随她爸 打那儿以后脾气就更不好了 那孩子脾气就急 她肯定心里别扭 不舒坦 你说我当妈的再不理解 谁理解她呀 小儿 你也别嫌我 这句话说得有点重 陈青青学校离家也不远 她为什么不回家住呢 那孩子喜欢热闹嘛 可是您挣钱多不容易啊 那不能因为热闹就住校 这还要销售呢 是我让她去住学校的 你看家里这些个鸡 一天淡晚咕咕咕咕的 那没法写功课呀 你们这不是来管房子的事吗 也不是来管我家的事啊 想到点什么 别别别 别打岔 让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陈青青打高留学校 我跟您好好谈谈好吗 我跟你好好谈谈好吗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 不是不是 你得把你真实的想法告诉我 你明明知道城市里不能养鸡 你还非得坚持要保留一个养鸡场 你到底为什么 咱们想点别的办法 变动在这儿好吗 你走不走 再跟着我 我告你耍流氓了 你告我 我还告你呢 告我 告我什么 我告你耍 告我耍流氓 我碰瓷 告你 你把老人撞一根头 你要赔偿我医药费 你有本事躺啊 你躺 你以为我不敢啊 躺 我真躺 我不信我躺 我你喊人就都过来 你今天你让我躺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上次来这一招 我就没揭穿你 你这是又来这一招啊 真是多大年纪了好意思吗 你们开花 那呢 组长 哎哟你怎么哎呦 怎么坐地上了 没没有我当时跑了两圈了累 我直行新人呐 是呀人呢 嗯 我跟你说 陈丁丁现在不重要了 我跟你说 我终于想清楚 陈丁丁到底想要什么了 她想要什么 不是养鸡场吗 她想要离开北梁 过自由的生活 你想什么呢 她有什么机会 和条件离开北梁啊 她就是想要一个养鸡场 就是 我给你们分析分析 你们想一想 刚才秦翠莲 她说陈丁丁当初想报的 第一个学校是旅游学校 对吧 就是因为英文不好 所以没有继续读下去 那你们想一想 她为什么想报旅游学校 为什么 因为世界很大 她想要出去看看嘛 北梁那孩子 谁没这样的梦啊 也就想想 到头来 还是得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就是 陈丁丁跟你不一样 她不是想 太大实实过日子的人 她明明就是想要一个养鸡场 怎么跟你们说不明白呢 她又不是小孩子 她明明知道要养鸡场不可能 那干嘛还非得要 肯定另有原因啊 那到底什么原因呢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还没想好 但是我可以肯定 她肯定不只是要养鸡场 你绕着一大转绕着马来下去了 你没说明白 你说我分析的不对吗 哎呦 走 去找她老师 走 站嘛 这不行 有趣 你又定着 你还哪敢吃 你还吃啊 你吃 你怎么到哪儿都是定着户啊 这不是先前了 现在有几户没超过政策 你还是赶快搬吧 早搬还能早选房子呢 那也知道了 大爷 政府跟你什么好啊 你说你 你这么贴远卖命工作 这不是你们大家伙 选我当的军事代表吗 早知道就不选你了 说什么呢 你这大旗呢 哎 你们来吧 大爷 我正要给你们互报互报工作 怎么了 你看看 为了帮给你们做工作 我嗓子都含痒了 多喝水 刘大爷 您辛苦了 这个我们组长啊 又从家里拿点新茶叶 您抽空过去拿点茶叶 好 这话给三爷也盛点 好 好的可以啊 插着我可不要 我挑上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吗 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啊 你们这位代表 是帮我们选出来的 军民好代表 军民好代表 我想跟你啊打成点事 就是那个谁 那个秦翠莲 他不在公园那块地养鸡吗 对啊 不是养那么多鸡 到夏天 它的味儿 旁边的军民没什么反应啊 能为反应吗 意见大了 你问三爷 王爷 我有意见是 是有意见 但我也没说啥 没说啥 是谁把人的鸡棚子给砸了 这都是让陈芝麻烂骨子这事 你看你记忆力还挺好 不是从那时候我就再也没砸过吗 那不是大家伙把你给震住了吗 我跟你说这事吧 他都愿意这个秦翠莲 你说那么好的一块地那么大 让他一个人白白给占了 人家孤儿寡母的容易吗 再说人家后来不是也答应了挖厕所吗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那个时候 那个孩子多大啊 那孩子才六七岁啊 那清清知不知道 他们占用养鸡那块空地是怎么来的 我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我跟你说 清清这孩子他不懂事 你说他就看见他妈挖厕所了 但是他以为是他妈白干了呢 你说那块空地值多少钱啊 挖个厕所才知多少钱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 好像清清说不孝顺是不是啊 可不孝顺了 我跟你说一样 不知道啊 这个秦翠莲上辈子肯定没做什么好事 生那么一闺女 他妈多难 这孩子都不懂事 我跟你说 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整天不招家 我跟你说啊 要是我姑娘 腿我就给他打断了 算了吧你 你连媳妇都娶不上你哪来的闺女啊 就说清清这个孩子不孝顺 那是假的 那孩子那么点儿 他妈妈病了 背着他妈妈去医院啊 后来他妈妈喝药 苦药汤子喝不进去 那是一口一口对着嘴喂他妈妈呀 说这孩子不孝顺 那可是假的 那这就奇怪了啊 他那么孝顺 咋不搬回家住呢 行行行 行了 我们回去了 老哥还得感谢感谢你啊 又帮我们配了一把开门的钥匙啊 多喝水 好 走了 别忘了茶医啊 三爷 你要是真能搬了 我明天就去买几斤好茶医给你送过来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这个 早安再见啊 我们对这个程清清啊实在是没办法 嗯 像他这个专业毕业以后好找工作吗 这个专业找工作倒是不难 可是我听说他想混到毕业到外面去 那他说他想去哪了吗 这个还真没说 只是听说他想走得越远越好 一辈子不想回来 看看我说什么来的 他不是想要养鸡肠 他就是想要出去闯一闯 哎 嗯 看您这个意思 程清清在学校好像表现真的很差 我教了他一年 真搞不懂他到底怎么回事 有的时候啊他也挺努力 有的时候要自暴自弃 我也挺想帮他 找他谈话呗 他不谈还好 这一谈肯定表现更差 你说教学任务这么重 我能怎么办啊 是 也是啊 曾志辉 我正说回去跟您汇报呢 嗯 你说 这件事情 我们的同志工作方法上可能欠妥 但是并没有违反几率 对 是对方先向我们的同志索要礼物 得手以后又把它放到网上 是对方的不对 有这流失啊 嗯 我觉得 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同志 哦 我告诉你啊 我们在一线的同志本身就很辛苦 如果有人敢造谣 绝不能收软 必须严重 好 我一定转大 谢谢总指挥的理解 佳琪那边怎么样 他们也也会尽快把那户的工作做好的 万回影响 我会随时督促 请总指挥放心 好就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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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coefficient 女孩 程清清的事怎么样了 还是没办成 而且哪 有的时候啊 别老闷着头干 这需要啊 坐起来想一想 静一静 那程清清 为什么非要 让他妈保留那个机场 那他妈不是养鸡为生 那北梁人 谁不会升级打算啊 可是你为他妈 已经找到工作了 生活的经济来源问题 基本得到相应解决了 那程清清 为什么还不懂医呢 北梁人人人都想出去 可程清清他们家 就这条件 那你说他这样做 就是不懂事啊 不懂事 我问你 你见过一个养鸡的 和鸡这种互动的方式吗 反正我是没见过 要不知道人就是 冷眼看和听 以为养鸡的人 是不是不正常啊 我千啊 咱分析分析啊 这个程清清 她不愿意回家 这是事实啊 而且呢 也和你们一样 想彻底地离开北梁 可是呢 她又没有能力 把她妈妈也带走 她也知道 她妈妈不愿意和周边的邻居 去交流接触 所以鸡就成了她妈唯一的交流对象 你没看 她给每只鸡都起了名字吗 那我不是给她妈找了养鸡场了吗 是啊 当时我也在啊 她妈妈还挺好兴的 对不对 对啊 可是 那个养鸡场 离她将来居住的新鸡 毕竟有一段距离 只能提供养 她失去了和鸡的交流 这个她心里的问题 你没有得到解决 你想她会同意呢 叔 那这么说来 这个陈晴晴 还是个挺孝顺的孩子 为她妈想得这么细致 你说她做的这件事 怎么让人这么不能理解 显得那么不懂事呢 我跟她一般认为 想走而不走 是因为有什么不是说 咱们一开始 就是怎么学习她 就是咱们的目标 在她们家的养鸡场上 想办法 对她妈妈找工作 甚至你爸爸 都在为这件事进行努力 可现在看 这不是她想要的 咱们大家对她越好 她越远离咱们 还有什么 主长你把我都说糊涂了 你看我 舍不得走 那是因为我跟我爸相依 为命了好多年 我一个人去美国 人生地不熟的 我不知道我要面对 什么样的生活 那我爸呢 一个人留在国内 他又该怎么过呢 但是你刚才又说 陈青青 他要是按照你刚才 那么分析 他不走不是因为 舍不得的妈妈 不是 你不走 是因为舍不得你爸爸 是因为那份爱 他想飞而不飞 你尝过欠别人的滋味吗 尤其是欠情 自从大家把那块空地 让给他们家养鸡之后 他妈妈就主动承担起 打扫厕所的这个活 你也不知道啊 尤其是大冬天 深更半夜 全北章人都睡了 灯都滚 只有一个蜡烛 晃晃悠悠地 在厕所里亮着 一个人弯着腰 在吃力地跑着 是谁 那就是自己的妈妈呀 你想想 作为一个女儿 心里什么滋味啊 他会想为什么呀 凭什么呀 这不都是因为欠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针 针 针